进来吧 来见见相邦傅 还是先叫白小姐吧 若是待会儿 你还是承认吕不韦是你丈夫的话 再也称呼也不迟 参见太后 白小姐见过这个人吧 她曾入过白府为武安军诊脉 是你 你竟敢出现在我面前 我父亲明明重病在身 你却欺骗世人说他故意装病 害得他被贬出咸阳 你 太后 这有什么好笑的 白小姐 你不会一直以为 你的父亲是在迁出咸阳的路上 病逝的吧 难道不是吗 果然白重将你保护得很好 连真相都不曾告知于你 你那英明赫赫的父亲 是在离开咸阳的时候 被老秦王 赐死的 怎么会 怎么可能 那我兄长为什么没有告诉我 若非先王 对你父亲有愧 又怎会轻易地赐婚于你呢 我可怜的孩子啊 是人皆知的道理 怎么就你一个人 蒙在鼓里呢 你是幕后之士 对不对 我与你父亲无冤无仇 我为何要诬陷他呢 再说 如若是我 我又怎会将此人 送到你面前呢 说吧 是谁指使你 诬陷武安君的 是吕相 吕不韦 吕不韦 恭喜主人 贺喜主人 此番楚国退军 联军不日 便将彻底瓦解 公文都放到中上了 备好了 知道您回来 全都放在您的书案上了 主人 您这刚从晋阳回来 不嫌沐浴歇歇 不必了 晋阳一代皇载最重 我得赶紧向秦王上书 主母在此候了许久 一直盼着主人早点回来 吕平 你先下去吧 诺 我先忙完公务 明日与你续话 知道你风尘仆仆地赶回来 定要通宵办理公务 我怎敢打搅呢 只是 你匆匆回家 连口热饭都吃不上 就是我这个当妻子的 不称职了 先用膳吧 好 辛苦了 尝尝 一出征日久 我在家学了烹饪 就是不知道 合不合你的胃口 怎么不问你兄长的情况 先用膳吧 吃完了 咱慢慢谈 灵儿 你脸上藏不住事 为何如此紧张恐慌 有吗 从前 我只顾着自己 盼着你宠我爱我 可你不满意 说我孩子气 如今我做个贤妻 为你洗手做羹汤 你又说我紧张 我有什么可紧张的 吃吧 吕不韦 在我面前 你什么也藏不住 不如老老实实说清楚 你到底想干什么 好 好 那我们开神不公地说吧 是不是你 杀了我的父亲 是真的 你杀了我的父亲 是不是你 灵儿 是谁在挑拨离间 武安君 待病上路 行之渡游 骤然兵亡 众人皆知 于我何干 原来真的是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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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不韦 你的每一个表情 我都会放在心里 仔细揣摩 思量 就算我是个傻子 我也总会有一点心得 你现在 就是在对我说谎 你在骗我 我父亲跟你无冤无仇 为什么 到底为什么 阻止武安君出征邯郸 救资处 就为这个 仅仅为了这个理由 你就杀了我的父亲 我 不 杀死他的 是他自己 还有老秦王 与我 可没有半点干系 我不信 明明是你收买了一时 让他去对老秦王撒谎 是你 都是你干的 是 全都是我所问 白起鞠躬自傲 多次拒绝出战 早就激怒了秦王 杀死他的 是他的刚愎自用 实在要怪 也只能怪秦王太过多疑 容不得汉将重臣 我不管其他人怎么样 你不能介入这个事情 他是我的父亲 我竟然嫁给一个 杀了我父亲的男人 天哪 我到底干了什么蠢事 凌儿 有人告诉你这件事情 就是要激起白家 跟我的仇恨 借机兴风作浪 你明白吗 我不明白 我永远也不想明白 我不知道你什么朝中大师 我只知道他是滕王 爱我的父亲 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而你杀了他 你亲手杀了他 你要干什么 我要去找我大哥 放开 你听我说 放手 听我说 我这么做事为了救子楚 寒丹也会以此得救 放开我 谁也不知道后果会什么样 你要告诉白仲 不是现在 不是现在 我不管 杀人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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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好了 白仲在前线领着千军万瓦 和东州作战 你这样去前线 不管会害了他的命 还会害了无数秦国战士的命 难道在你的心里边 这么多条人命 都比不过你父亲一个吗 我恨你 我恨不得及 你刚刚本来可以杀了我 可是你的眼神和表情 注定会失败 连这么点小事都办不好的人 旺旺事事干到前线 必定会惹出祸端 老是待在府上 不准破坏战争事宜 要杀要寡 等白状开学 随你们来 小姐 小姐 从昨日到今天 您连一口水都没喝 这样下去 身子怎么受得了啊 大少爷尚未归来 您好歹要保重自己 到时候等大少爷回来 还不由得您来报仇 这话谁教你的 自然是奴婢自己说的呀 告诉吕不韦 我死了 我大哥也不会放过他 走着瞧 走 吃了 没有 都撒了 重新换了他爱吃的送去 这都两天了 小姐什么都没吃 奴婢怕再这样下去 小姐的身体会吃不消 吕相 你能不能去劝劝小姐 世上不是所有的人 都围着他转 如果他不明白这个道理 永远都不会快乐 吕相 我记得 他爱吃咸阳北街的枣糕 已经派人去买了 待会儿给他送去 诺 主人 三日前 淮阳太后 曾宣召主母入宫 好个华阳太后 背后抽冷子给我一击 万一 白将军也知道真相 怕是华阳没这个机会 从今天起 你派人守着院子 日夜片刻不离 可是竹母这性子 万一闹起来 岂不是更难看 那你怎么不想想 华阳向他揭露真相 他立刻回来想个摊牌 若是以后出了什么纰漏 世人皆以为 我是罪魁祸首 华阳太后她真会 别人是装单纯 她是真单纯 傻丫头 出了这道门 不知有多少人要她的命 好守着不要懈怠 诺 小奴定当监心 小姐 您不是最爱吃相间鲫鱼吗 这是吕相特意吩咐厨房做的 煎得焦黄焦黄香喷喷的 您尝尝 算了吧 她是怕我泄露秘密 不过也不要想得太美 华阳太后那儿还有人证呢 没有人证了 你说什么 那名医师死了 吕不韦 是你杀人灭口 你怎么不将我也杀了呢 我告诉你 只要我还活着 早晚有一天 我会把你的事告诉我大哥 我从不为自己的决定后悔 等战事完了 你爱怎么说我都不管 滚 赶紧滚 不要出现在我面前 吃饭 做梦 我就算饿死也不会碰你的食物 来人 打他二十遍 小姐 你干什么 她劝不了你 就是她的食指 不应该罚吗 不 不用 小姐 小姐 别不韦 你心上怎么这么狠 你知道战争中有多少人流离世俗 街上又有多少恶票 你没有资格挑三拣四 不要再挑战我的耐心 吕平 不要 小姐 小姐求你救奴婢 我吃 我现在就吃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 那个时候我根本不认识你 武安君对我来说 只是一个空洞的名字 为了救自处 我必须这么做 也许我这么说 你会觉得我格外冷酷 但杀死武安君的人是秦王 我只是利用了她的疑心罢了 华阳太后将此事告诉你 墓地不言几名 我希望你不要被有些人所利用 成为她手中的封印